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呢来跟各位分享这个作品 为什么要分享 因为啊 我们经常在编制过程中 都会有一些小小的碎碎的线 长度没有很长 可是你觉得把它丢了浪费 你把它收起来呢 又觉得哦 越收越多 因为小线就是会越来越多嘛 因为正常会耗用的 这样子的条件之下 你要怎么办 我们来做个小物 那这一个先前很流行的猫掌 大家都知道哦 猫掌很简单 那也很多人都想去制作它 透过制作的时候呢 猫掌这小物呢 怎么消耗小碎线 对 你看 就像一只猫的那个猫掌 嗨的概念 然后你给我拿两只 还可以 给米饭 没有啦 猫只有四爪 另外第五爪 你根本没办法 它没办法贴到 好 那这个 使用小碎线来制作猫掌 其实很需要 为什么 当你需要这些小物的时候 其实它很方便 就是这么简单的 就可以制作出它来 短线 然后能够制作出一个作品 其实是很值得的 好 那我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个叫做猫掌 钥匙挂饰 OK 那我们要需要的东西 第一个 钥匙勾一个 那再来就是30公分的线 三条 那如果说 您可能手上的线 大于30公分 或者是说 你不想要裁剪 你可以编完之后再来剪 那个都是小事 那重点就是 怎么去编织它 那才是重点 好 那我们现在来制作这个作品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要先挂线 那这个 配色的这个部分呢 亲这一次的配色法就是 猫的猫掌是粉红色的毛色 生粉的毛色 浅粉是它的肉垫 我觉得猫掌的肉垫 粉红色是超级漂亮的 尽可能偏好吧 好 那不管就 这个猫掌的是这个颜色 好 那那个猫的身体是这个颜色 好 那我们第一件事情 拿一条 因为都是30公分 30公分的线三条 好 那我们第一条就拿30公分的线 然后先穿过去 穿过去 然后另外一条 再穿过去 为什么 呃 轻在制作过程中 有发现一个问题 然后双线 对 拉紧 好 轻在制作的过程中 有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呃 这是单线的 单线它很容易会 掉到下面来 然后就觉得 哦 好难看哦 不喜欢 如果说我们多绕了一层 好 这就是多绕一层的 来给各位看一下 比较一下 这是一层跟两层 可是两层的固定度 你看 它就是稳扎稳稳稳的就这样挂着 那这个就会有点偏啊扭啊 不方便 所以呢 这个地方 轻就发现 哎 要用这种方式 固定度特别好 好 那我先夹一下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编织 先夹一下 好 那再来呢 我们猫长肉 粉红色 来 现在做这个动作 我们先把猫的两只 脚趾头的那个长肉先出来 我们把左线跟右线 就直接这样子挂着 那这一条呢 对折 找到中心点 就由下往上 穿过去 穿过去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双线直接套过来 用这种方式来 现在先拉小拉紧一下 它的那个横线是在下面这边 不是在上面这边 那这个猫长才会可爱 才会漂亮 那现在放上去之后 我们就要透过我们的拉的方式 把线拉紧 为什么要拉紧 因为你现在拉紧的话 你的整体完整度才会够 那包括上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拉紧度 也要拉出来 拉紧 都拉紧了 好 那完成这个动作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左边跟右边 各一个猫长 深粉色 就是这条挂上去那条线 挂上去这条线是新线 好来 往上 拉上去 推 推 拉上去 好 换 右边 一样哦 把它的线在这里 然后一样横着 然后穿过来 往上拉 往上拉 好 拉上来了 对不对 好 拉上来之后 深粉不要理它 我们把粉红色这两条浅色的 就把它往下拿 那其实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四个猫长了 我们现在要做那个掌心那个地方 掌心那个地方有点比较麻烦一点 来看着哦 先第一个横 横了以后 因为我们的线比较短 所以在制作的时候 我们就要小心一下 第一个这样横 然后再把它折过去 好 那给各位看一下 等于是折过去以后 尾线在这里 那这边会有个洞 那我们用这一条线来 现在做出来是长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要往后做的时候 我先把这边先拉着 这边有一个洞 这边有一个洞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右边这条线呢 是整个提起来 然后穿过去 穿过去 穿过上面那个洞 由上 由后面往前送出来 然后这条线再穿过 刚才下面这个洞 好 再把它穿进去 这是皮 这一个是甜字解 那这个作品 其实它用到的是三种解法 那我们现在把它调紧 调紧的方式就是验着顺序 这样子把它拉 好 然后收 换另外一条线拉 收 这个作品它总共用到三个解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挂线的 那个是平解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用到的是 甜字解 那最后我们收尾的时候 是用秘乳解 总共用到三种解 这个小作品就用到三种解 好了 猫掌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呢 用这两条深粉色呢 把它包起来 为什么包起来 因为这样我们的猫掌 才会像猫掌啊 就不会说 这个猫掌好像身体的那个 掌心的那个外围线没有完整出来 这样子就可以完整出来了 好 那我们先把它拿下来 你看我们已经完成一个猫掌 对不对 猫掌出来了 可是我们现在做它下面那个手臂 猫的那个手臂那个位置 那怎么做 我们把它翻到背后来 翻到背后来 为什么要翻背后 因为我们等下长线的时候 这条线是藏在背后这个地方 看起来比较完整 好 那我们把这条线这样子 对着 一个圈 然后放上来 有没有 放上来 好 放上来 好 开始绕哦 一圈 我们总要绕七圈 一圈 两圈 三 四 五 六 七 刚刚好给你的线就是刚刚好七 好 那这个线 这个尾端的线 就直接放进这个洞 我们刚才对着那个洞 就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 然后上面这边拉 下面这边拉紧 拉紧 这边也拉紧 然后这个要调好 因为你调好完整度才会够啊 好 然后这边稍微拉一下 那后面这一条线呢 就把它拉到紧实 它会把这个尾端收进去 好 那我们现在做第一件事情是先把这个尾端收掉 好 剪掉了哈 剪掉之后 我这边用打火鸡烘一下 好 完成 那再来 有时候啊 这个完成 你不喜欢这边有个颜色 好 把它塞进去 线尾塞进去 那这个底部呢 全剪 因为我们的线本来就不太长 30公分 做了一个作品 三条30公分的做了一个作品 那这个作品呢 你看我现在把它这个全部都剪掉 把它修到那个短短的 哈 修完之后 我们要来收尾 收尾的时候 因为这个烘烤面积比较大 你可以单纯使用打火机就烘 那清 觉得说像我就比较习惯用这个 酒精灯来烘 为什么 因为酒精灯它本身可以长期的烘烤 所以比较不会太热 好 那这个也可以用这个把它压平 猫掌压平 好 那透过这种制作方法 我们的猫掌钥匙挂饰就完成了 那其实真的很简单 然后呢 你如果 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很仔细看 你不会知道它是猫掌 你制作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诶 还还真相是一个猫掌 跟你说 嗨 那这种 其实猫掌以往来讲的话 我们都会知道说 猫掌其实它有一个功能 就是会招来好运 所以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 既然猫掌可以帮我们招来好运 那我们当然你外出的时候 制作一个猫掌 来做钥匙吊饰的话 其实是很nice的一件事情 好 那今天呢 请跟各位分享这个作品呢 就是猫掌钥匙吊饰 那制作的方式也是真的不难 然后重点就是说 你可以消化掉你手上 所拥有的一些短线素材 那制作这样的东西 其实是真的不难 那亲也希望各位能够在这个制作中 去找到一个编织的乐趣 好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作品呢 就到此结束 欢迎对亲频道有兴趣的朋友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更重要的是 记得回来一起玩手作 拜拜